蝴蝶蓝教程 这里用蓝色做演示 一根钮棒在两厘米处弯折 然后再量出十厘米像这样圈起来扭两圈固定 用手捏住底部,左手像这样撑开 调整成这样一个小蘑菇形状 长钮棒向上折,把小蘑菇全部填充起来 注意填充的时候不要改变形状 最后结尾处扣紧固定 扭棒不够了就再拿一根继续填充 结尾这里也可以像这样回穿固定 剪掉多余部分 同样方法做两个 两根钮棒对半剪开 顶部花瓣用半根先对折 然后在大概2.5厘米处扭两圈 两边顺下来 再扭几圈固定 剪掉其中一根 顶部花瓣做一片 底部花瓣用半根钮棒在大约3.5厘米处折一下 长的用后方折 短的留一小节向下扣 长的绕半圈从右边缝隙穿过来固定 再按钢材同样的方法做一个底部花瓣 注意需要做一个顶部花瓣 两个底部花瓣 最后半根钮棒做中心花瓣 先对折 然后在两厘米处扭几圈 两边分别在1厘米处折一下并扭两圈固定 多余部分向下折 中心花瓣像这样内扣调整形态 剪出3厘米黄色扭棒 像这样折出M字样做花形 组装蝴蝶蓝 两边大花瓣调整一下 多余部分向下折 打胶粘上中心花瓣 再粘上另一片大花瓣 顶部花瓣和底部花瓣 也像这样依次粘上来 注意这里是顶部 不要粘反了 最后调整一下花瓣形态 打胶粘上花心 你不用花一胶带缠绕包裹起来 花包部分用半根扭棒在3厘米处折一下 然后在1.5厘米处来回弯折出4个尖尖 两边扭几圈固定 再把上面4个尖尖分别扭两圈固定 向内扣调整出花苞形态 花苞下面多余部分用胶带缠绕包裹起来 叶子部分三根扭棒对折 取一根穿过其他两根 顶部扭几圈顺下来 把每一根扭棒调整整齐 底部大约3厘米处取一根缠绕固定 我这里做了三个蝴蝶兰 两个花苞一片叶子组装 花仪胶带包裹花杆顶端 加上一个花苞向斜下方缠绕几圈 间隔两厘米可以再加一个花苞 再间隔2到3厘米装上一个蝴蝶兰 注意蝴蝶兰不要装反 这里中间间隔5到6厘米继续组织蝴蝶兰 注意蝴蝶兰同一方向放置 最后可以根据家里花盆高度将叶子组装在合适位置 花杆可以随意打弯调整造型 嗯 OK property